昨天我在三英峰會開玩笑 說王怡仁醫師出這本書 那他現在有一個 那這個許醫師就是我完全沒有的一個優勢 因為他可以出美好世代 這本書主要是講親子關係 那為什麼他可以講親子關係 因為他有生兩個小孩 他有生兩個小孩喔 那你女兒我都沒有生喔 我聽你比較刺痛 看你要怎樣 你有生兩個小孩 還有生兩個小孩 那醫人醫師除了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加醫科的專科醫師 那本身也是一個 身心靈的一位 講師 然後這本書就是提到 他如何 把他的很多的 一個父親 一個身心靈的講師 到底在面對他的兩個小孩的 過程當中 他如何把這些概念 真的運用在 跟親子之間的互動 來我們請 宜仁醫師來幫大家分享一下 謝許醫師 一年來台北一次 就是要賣書 好 那 這個 我今年喔 寫這本書是 親子話題啦 當然 我前面寫的書 都是 主要 著重於生心靈話題 搖身一遍遍 親子書的作者 其實還 有點緊張 那 其實 我一直覺得喔 創造的機遇它是很奇妙的 2002年喔 我 加入了在世的這個家族 然後在那一年我開始聽 徐師演講 那一年我老大是一歲 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不停的學習 聽演講 也演講 看書 也寫書 辦講座 也參加講座 然後 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面 我老大從 一歲 已經變成國二的學生 這個境遇其實是非常奇妙 因為我在 外面不停的在做諮商 不停的在演講 回到家裡面要面對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怎麼教自己的小孩 它是一個很切實的問題啊 好 說真的喔 我也查過市面上 很多書啦 翻閱過市面上很多書 這些書喔 它有很多方法 譬如說 教孩子 跟孩子講道理啊 給孩子正面加強啊 然後 如何妥善的 處罰孩子啊 讓你的孩子 可以得到最好的 一種教養 翻了那麼多書喔 我想 在座很多朋友應該也都看過 你會發現沒有答案 為什麼沒有答案呢 你去看看那些作者寫的書 老大照那個方法 教育 他可能上台大或他可能 人格上 感覺上好像 就是千功有礼啊 很好啊 可是 你仔細看看 在同一個家庭 用同一套方式養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喔 小朋友沒有辦法用一個外在的教育 把它 完整的養出來 我們傳統教育講說喔 我們每一個父母親都是一個圓丁 可是 到賽斯這個團體裡面喔 我才發現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親不只是一個圓丁 他是 一母田 為什麼會是一母田呢 我們要讓小朋友在 那一個喜悅自在的能量裡面 成長起來 而不是只是用圓丁的方法 教養他 所以為了讓小朋友有 那一母喜悅跟自在的田地 其實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教養小孩的方法 不在教養小孩 而在 教養自己 教養自己是做什麼呢 各位你現在坐在這裡 就是在教養你自己 也就是說喔 我們發一分的努力在 孩子身上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發 花兩份的努力在自己身上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喔 愛自己 先於愛孩子 你對自己沒有愛的人 你沒有辦法真的愛孩子 你只能期待孩子 你只能 討愛跟被愛 這就是我們在心靈團體的成長中 所發現教養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所以 這本書喔 它很簡單啊 基本上 總編輯佳穎在跟我討論的時候說 寫這本書過程裡面 我沒有又寫到頭痛又發燒 說真的沒有 因為 這本書很簡單 它只是我家庭裡面的一些故事 它沒有像不要而喻 不像靜心的悅雅節奏 不像天生富有 也不像啟動靈感 念了這一串主要也是要賣書 那 不像這些書喔 我用了這麼多的時間寫理論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我家的故事 我如何用 一個心靈老師的能量完整的把它 傳遞給孩子 讓孩子在能量裡面 可以得到一個最大的開心 他們未來可以成功或不成功 但是他們要去體驗他們的人生 他們要用快樂的心情 自信的心情 去體驗他的人生 所以 前一陣子我家老二 他今年五年級 他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 爸爸 你有沒有覺得 躲在一門裡面的大雄很奇怪 胖虎也很奇怪 我說為什麼很奇怪 他說你看 大雄的玩具被人家搶了 他回家不敢講 胖虎更奇怪 他搶了別人的玩具回家 他媽媽問也不問 他說 我們所謂的家人不是在家 是什麼都可以講 什麼情緒都可以發泄的嗎 我要跟他說 孩子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幸福 你爸爸媽媽是修為者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樣 我希望 我們一起來努力 然後把我們自己經營好 也把我們的孩子 讓他在一個喜悅的環境裡面 讓他成長起來 那最後當然就是希望 趕快把書賣回去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的儀仁醫師 所以等一下中場跟結束的時候 儀仁醫師也會在外面來為各位簽名 還有今天很開心的要跟各位介紹這本 絕處逢生的日文版 那其實這一本書 是我的第一本書 是在2000年的時候 出版的這一本書 那就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比如說賽斯書好了 那其實當你在隔10年20年回去看賽斯書 你還是會有完全不一樣的體會 那雖然這一本書是在2000年出版 可是他的整個概念 對很多生病的人 尤其是對癌友幫助是很大的 那英文版好像是在兩三年前 在紐約上市了 那這一次也因為我們的這個學員 尤其到前面來 尤其本身 其實他自己本身是一位癌友 他本身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所以等一下我們請尤其來跟各位分享 當他自己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他是如何來重新找到他生命中 最想唱的那首歌 那另外一個我們不是講到嗎 每一個生病的人 其實都要去找到自己的價值完成 那因為尤其本身是學日文 那後來許醫師就幫他想了一個價值完成 是把絕衝逢生翻成日文版 給他一個價值完成 那個 那剛好他是一個日文老師 那這又是他的學友專精 那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 他又可以重新把這本書 好好的再看一遍 重新吸收一遍 那後來這本書 在這個許醫師的催促之下 前後總共經過多久 五年 五年 各位 終於就拖過了癌症的危險期 所以拖著拖著 一些 拖過了五年 這個終於把這本書也寄出來了 所以我這裡還是要呼籲一下 如果在座的朋友 你們有日本方面的親戚或友人 那這個可以來協助我們兩件事 那第一件事是 你可以請他們在當地推廣 送給他的日本友人 如果有疾病跟健康之類的問題 那或是他如果跟日本當地的 這個大的出版社有連結 那也麻煩來跟我們做一個聯絡 我們也希望在日本 可以透過一個大的出版社 能夠來做這樣的一個推廣 來 玉琪首先分享一下 你自己身為一個癌友 到今天你的心情上的轉折 然後這本書出來了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 好像就是生命的價值 這輩子終於有一個 讓自己覺得還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今天的主題 那個你的愛有多深 那你的這個愛 討愛與被愛 你個人怎麼來看這個題目 來